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最近除了火生眼淚之外 還有一部Netflix的原創影集 我是一物整理師 也是討論度非常的高 雖然只有等到十集啦 但劇中提到的議題包括恐怖情人、校園暴力、海外孤兒 還有獨居老人等等問題都蠻值得深入討論的 那劇中也是透過一物整理師這個職業 讓觀眾可以重新去思考死亡者的課題 為什麼人們那麼畏懼死亡 還有亡者生前留下的故事又是什麼 所以今天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一物整理師的真實案件討論 那老樣子 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很多精彩影片囉 由李蒂勳、陳俊翔主演的心靈進化劇 我是一物整理師 講說患有亞斯伯格陣的刻魯 在爸爸離世後和他的臨時監護人上酒 一起經營一物整理公司的故事 那麼這部劇的原型當然是參考 韓國第一代遺物整理師 金喜別 離開後留下的東西 才有了劇本上的靈感 那金喜別本身也有在建議YouTube頻道 內容就是在清理王者房間的這個過程 雖然他都是用韓文說明啦 但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在下方也有放置他的頻道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我是後來介紹一下金喜別 他原本的工作就是李醫師 因為某次在葬禮現場被王者的女兒問 能不能幫忙整理遺物 原因是因為自己的爸爸明明身體不適 還堅持要上班賺錢 所以一想到葬禮後還要整理房間 自己清除爸爸的血跡還有整理他的遺物 心情上實在太難受了 所以就問金喜別能不能幫忙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他就開了現在的遺物整理公司 像劇中有提到的 這個職業常常受到大眾的歧視 會被要求可不可以不要停在我家門口 或是味道這麼重什麼時候可以完事 甚至常常被認為這是沒什麼能力 學歷不高的人才會去做的事情 但金喜別之前接受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也有說到 比起這些惡臭的氣味 更讓人難受的是周圍的人冷漠的態度 像是第二集劇中有提到的 遺鼠為了要拿到媽媽的遺產 從原本厭惡、嫌麻煩的態度 要求可惡他們清掃房間 到後來發現床底下的現金後 遺書也不管紙槽上覆蓋液體 戴個手套就開始撿現金 也讓人不禁思考 到底是氣味還是人性更讓人噁心 那這段劇情 金喜別本身也有碰過類似的案例 他某次接到的案件 是距離死亡時間很久 又一直聯繫不到家屬的狀況 但因為房間的氣味太重了 所以房東就問警察 能不能先清掃部分現場 於是在金喜別清掃的當天 遺書們就突然出現了 他們就大聲指責 誰追你們清掃房間的 我弟弟還有兩個房子 還有其他的現金 我們都還沒找到為什麼你們可以清掃 所以就很生氣的把他們趕走 然後就像劇情裡頭 他們就拿著橡膠手套 然後開始到處翻找 最後找不到還開始怪金喜別 是不是他們偷走的 甚至人裝有父母照片的相框啊 他們也不要 他們就請金喜別直接把他丟掉 結果諷刺的是 房企還有現金 全部都壓在那個相框裡 好像是以前的相框比較寬 比較不要深 可以塞得進去這樣 然後遺書們就看到他們要的東西之後 蜂擁而上 拿到相框之後就走人 結果留下來現場就像小偷來過一樣 但其實是家屬來過 韓國約會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不管是這部劇還是最近很紅的Law School 他們都有提到約會暴力的嚴重性 但因為韓國的社會風氣 現實中有很多女生在遭受到另外一半的暴力對待後 他們不敢求助也不敢發聲 有些人會說 一定是因為你生活不檢點才會遇到這種事情 那這邊要跟大家分享的真實案例呢 是2017年韓國的節目用化名的方式播出的真實故事 一名身材連帶驕豪的瑜伽老師 和一名假裝很有錢的男子交往 等人墜入愛河後別開始同居生活 但熱戀期過後女方發現男生好賭又嗜久的本性 所以就決定跟男朋友分手 沒想到這名男子就拿刀威脅他 如果跟我分手我就殺了你 甚至要求女方拿出存款幫他還債 更過分的是某次女方從大樓警衛那邊接過快遞 然後給對方一個善意的微笑 男生就懷疑他和警衛有堅情 於是在他的身上刺下 到死只能愛我XXX一人 別勾引其他男人 門禁時間8點 絕對不能晚回家等等恐怖之君 如果女生不聽話 他就威脅要散播女友的裸照 意思是他最後被逮捕的時候還放狠話 我出獄之後絕對不會放過你 老實說我雖然很喜歡韓國 但韓國的大男人主義真的很嚴重 雖然這起事件很明顯就是男生的錯 但是兩性在韓國從來沒有評選過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的MeToo運動 在韓國可以引起這麼大的聲浪 因為如果我不趁現在講出來的話 以後就不一定能被聽到了 之前台灣通過同荒合法化的時候 我剛好有到韓國訪問我的韓國朋友們 他們對同性的看法是什麼 讓我滿驚訝的是 就連年輕人也不怎麼支持同性戀 最多人提到的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韓國人很多都是基督教 他們認為支持同性戀會違反教會的宗旨 之前還有一個韓國牧師 因為公開祝福LGBT族群 就被教會停止兩年 所以我其實還滿驚訝 遺物整理師還有最近另外一部韓劇 我的上流世界 女照就是女同志嘛 編劇們願意去挑戰韓國人的接受度 我覺得是滿大的進步 那當然影響韓國的孔童風氣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他們根深蒂固的群體思想 韓國人認為同性戀就是異己 是不能被提及的存在 就算發現自己是同性戀者也很少公開出軌 因為出軌之後要面對社會眼光代價太大了 他們承受不起 那這邊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 去年COVID-19爆發的時候 韓國一開始不是很嚴重嗎? 尤其是離胎院一帶同志夜店 因為有感染者去了夜店之後確診 結果新聞報導之後 很多人因為不敢公開性取向 就不敢誠實疫調 甚至出現症狀也不敢篩檢 讓病毒迅速散播開來 所以去年韓國一度有 同志等於病毒的譴責聲音 那這件事情之後 讓原本就沒有什麼在發展的兩性平權 又在助受到的重大挫折 所以韓國的平權之路還有非常 遙遠的路要走啦 劇中有提到南州的上九和他的哥哥 都有經歷過 三豐百貨公司倒塌事故 當中百貨公司因為施工不當 導致整棟建築坍塌 造成簽名員工和顧客傷亡 1995年6月的這場災難 也是世界上第二嚴重的 建築物自行坍塌事故 這個事件要從1987年開始說起 原本三豐百貨是一個垃圾掩埋場 三豐集團收購土地後 本來要蓋一個四層樓高的辦公室大樓 但他們後來決定把它改設計成一個 五層樓的百貨公司 而且他們還在五樓增設的溜冰場 還有其他餐廳 增加建築物的負重之外 他們還把原本80公分的柱子 改設計成60公分 然後再加上其他偷工減料的工程 最後才會導致建築物不堪負荷 但更讓人生氣的是 其實在建築物灘塌的當天 一開始就有餐廳員工回報 看到柱子上有巨大的裂痕 然後餐廳就決定暫時營業 後來五樓天花板也開始下線了 於是管理層就請人來檢查這個建築物的結構 當時專家就判斷 整棟樓有倒塌的危險 但為了當天的萊克亮和營業額 高層並沒有即時疏散員工和客人 所以才導致了這場悲劇 那一直到現在 雖然韓國政府有在改善這個建築物的興建標準 但我剛剛錄影前 又看到韓國光裝室有建築物自然倒塌的事件 所以到底有沒有學到教訓呢? 我是先放一個問號啦 劇中的海外孤兒馬修格林 為了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 儘管不會韓文也沒有韓國的身份證 還是決定從美國回韓國尋情 最後很不幸的死在家中 關於海外孤兒這個問題要回溯到1950年代的韓國 當時剛經歷完韓戰的韓國 國家經濟狀況非常的差 而且有很多戰後孤兒無處可收養 所以政府就直接表示我們沒錢 但反觀二戰之後的美國 他們經濟已經在慢慢復甦了 有很多的美國夫婦他們想要領養小孩 但沒有那麼多小孩可以讓他們養 所以韓國這時候就變成孤兒輸出國 在過去的60年內 有20萬名韓國孤兒被送到國外 其中有5成的小孩是被送到美國 那按照美國當時的規定 父母要幫小孩申請公民身份 但有些父母他們不知道要完成手續 小孩才會變成美國人 然後還有一些父母先那個文件申請太繁複了 然後又要再另外給費用 所以就在中途棄養了這些小孩 雖然2000年美國通過兒童公民法 讓美國公民領養的小孩可以自動變成美國人 但因為這條法律沒有追溯力 所以那些在法律上已經成年的領養者 他們還是拿不到美國公民的身份 所以被強制遣返韓國 所以就發生了劇中像馬修葛林這種 無國級的悲劇 這讓我想到電影幸福綠皮書的一段話 如果我不夠黑我也不夠白 那你告訴我我是誰 他們這些海外孤兒 好不容易適應了美國的生活、美國的文化 結果長大之後又要再一次的受到傷害 真的是蠻不忍心的 那像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璀璨帝國的Kevin Kreider 他們背景就是這個時期的孤兒 但有幸運的被一對美國夫婦領養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我是一戶整理師的真實事件分享 其實我本來還想要再討論 校園霸凌這個問題 但因為怕片場太長 再加上韓劇其實蠻常出現 校園霸凌這個題材 所以我想說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詳細的談談 我在韓國上課的時候 有真的看到校園霸凌的現場 非常的恐怖 這個有機會以後再跟大家聊聊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跟大家補充一下 那個光洞事件 我現在看新聞 它是說9個人遭到火埋 然後有8個人重傷 然後這一棟是正在拆除中的建築 但它為什麼沒有封路 然後也沒有做好安全設施 就還在等待釐清當中啦 也是蠻瞎的 就等等看這幾天的消息吧